小琪 趕快起来 爸爸跌倒了啦 当保姆不是我的义务好不好 什么叫做当保姆 有人说你是保姆吗 有人说吗 我没有想到我跟你爸 会变成你们的负担 我没有办公职员 因为我觉得我应该 我理所当然要照顾爸妈 你走 哥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 每个人都有责任 不是我一个的 每周六晚间十点 TVBS欢乐台 酸甜之味 谢谢大家